大家好 今天是2月16日 星期三 由於烏克蘭方面的局勢有少少緩和 令市場的避險情緒略為降溫 只看美股昨晚作一個明顯的反彈 已經看到資金對市場的看法好像有少少回穩了 廣估點當然不知是順勢作一個反彈 早市行指先高開265點至24,618 直至現在大約11.45左右 整個市場都是整固在24,600左右的區間 今早的指數最高見過24,728點 最低見過24,548點 但大部分時間都在24,600左右整固 剛才提及 經過今早的反彈後 由於恆生指數已經再回到10、20和100天線上 10天線在24,550左右 20天線大概在24,421左右 而100天線大概在24,403左右 為何一直都強調這三組平均移動線? 因爲恆生指數能夠繼續穩守在10、20和100天線上 技術上、形態上是有利於進一步向上市 今個月10日的高位25,050點 因爲一旦突破了 市會會再進一步向上賺餘份的新高 要做到這一點的首要條件 第一,就一定要繼續穩守在10、20和100天線上 這個大家都明白 反過來,一旦市反覆 又再跌穿10、20和100天線 技術上、形態上就比較弱 處於一個反覆肉蝕底的格局 現在所說底東 即今個月4日的低位24,140 其實一直都在說一件事 今個月2月4日 即2月份第一個交易天 股市是否高開592點 去到24,392 但亦都遺留了一個上升列口 在乎23,975到24,140點 這165點的上升列口 出現在2月份第一個交易天 其實情況一點都不理想 當然不知 如果現在市的成交金額 夠壯、夠旺 1600、1700、1800、1800 這些上升列口 就等於歷史來解決 但現在見不到這個成交金額 實際上市的成交金額 大部分都是1100、1200 既然沒有動力推上去 我為何不擔心市會回補這個列口 但無論如何都好 現在我們先看指數 能否繼續穩守在10、20、18天線上 如果能夠做得到 大家不需要太擔心 相反來說 如果外圍有些不明因素 再令到市受衝擊 從而令到恆生市 再度跌穿10、20、18天線 大家就要小心跌 無論如何都好 看不通的情況下 當然不要做這麼急的部署 好像這兩天 聽到烏克蘭局勢稍為降溫 油價已經跌了 三通油更加不用說了 好了 升展今天有衍生工具 跟大家分享 說的是中石油157的call率 21937 行洗價是4.51 到期日是今年的5月都比較近 實際的槓桿大概是8.3倍 給價參考 如果157的中石油股價在4元 21937的call率大概是1.5元 假設157的股價能夠升上4.29元 21937的call率應該有機會見到2.5元 潛続的升幅大概是63.4% 反過來 油價又反覆了 如果157股價輕輕低見3.9元 21937的call率就沒有辦法 是會輕輕低見1.13元 潛続的跌幅也有26.1% 相關的資料是由升展提供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相關的call率 到底它的街貨和條款是怎樣的 卡進去升展網站 就看得很清楚 這兩天包括883和157的股價 事實上是略大反覆的 所以部署方面 大家最好卡進去升展網站 看清楚所有的條款 然後再做部署就比較好些 好了 接近喜歡的分析 我就說到這裡 有機會 請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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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東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